嘿 大家好 欢迎回到Shot Adventure Life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呢 则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怀念 怀念万分的一个经典式的一个 呃 变形金刚角色 Warpath 他记得是在初代变形金刚的时候呢 已经有了他的出现 而是的 非常庆幸的Generation系列呢 能够的因为Dark of the Moon玩具开始走下坡的情况下呢 考虑的重新在商店里面呢 重新出售 而是的 我也因为在商店里面看到他 不停手软心动心疼的 把他给够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收藏 序额的跟大家做个介绍了 Warpath 在这个新的玩具里面呢 他保持着初代变形金刚的一个基本的设计 但是呢 融合了今时今日的这个变身形态 这也是让Generation系列呢 成为一个初代变形金刚迷 绝对不可或缺的一个玩具 也难怪当初呢 因为Dark of the Moon玩具要出售的时候呢 停止他的出产线 让很多的这个变形金刚迷 初代变形金刚迷呢 感到非常懊恼 这个呢 我可以绝对的理解 也希望说Hasbro玩具公司呢 能够继续把这个经典式的一些玩具机器人呢 陆续的放到市面上 供大家能够去拥有他们啦 Warpath呢 在这边呢 只是成为一个双段式的一个坦克车 什么叫双段式呢 或者说两段式吧 因为它的履带呢 分前与后 所以呢 让它有一种非常屌的造型 我不知道这种坦克车实际上有没有出现过 这个炮塔呢 可以转360度 一直转 转到你手软为止 手痠为止 手痛为止 手断掉为止 OK 它 是的 能就能够继续转下去 OK 好了 接着呢 炮塔 你可以往上往下 薄起 啊 这个呢 这是它能动的地方 而另外一个勉强能动的地方呢 应该说它这个塔上面的这个武器系统 但是呢 它这个能动呢 其实是因为造就了 到时候呢 变成机器人之后的一个设计 所以呢 提过就算了 在坦克车的形态呢 它应该是打平面式的 而是的 Warpath呢 它有跟着一个这个子弹 而当初子弹一来的时候呢 呃 再玩了几天之后呢 已经不小心把它射到垃圾桶去了 所以呢 现在暂时也找不到了 OK 搬 搬到底部来看的话呢 你根本就看不出任何机器的一个形态 可以说是隐藏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成功 而它的高度呢 是的 比70块矮一点了 OK 所以呢 它是一个典型的小型的一个正常尺寸的一个 deluxe class的一个玩具了 OK 所以呢 它可以说是让大家感到非常非常满意 就以各方面来说 特别是颜色方面呢 接近符合到了初代 G1 变形金刚的一个设计 而这个唯一个人感到稍微可惜的地方呢 则是坦克车后面这个地方呢 则稍微空洞了一点 OK 但是呢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以呢 整体而言呢 这个则是在一个商店里面看到 绝对不容许错过的一个经典式的 应该说初代经典式融合了现金的这个 现在这个科技的一个变形金刚玩具了 而它的变身过程呢 因为我刚讲过 融合了现在变形金刚变身的设计 所以呢 可以说是简单 但是呢 却让它感到非常非常满意 以及满足的一种变身方式 怎么变呢 首先 第一个要做的是呢 我们先把 前面吧 这个灰色这个部位呢 跟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呢 分开来 之后呢 往下扳下来 往下 扳下之后呢 它是整个成一体的弯下之后呢 接着你要把这个腿的部位以及胯下的拉直 接着呢 相机提高啊 啊 这个脚的部位 弯下来 弯下之后呢 往后啊 往后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不动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吧 往后呢 扳下来 弯进来 推回去 卡进 啊 接着脚打直 OK 接着要做的是呢 是把 它的这个 呃 先把手还是头好呢 啊 OK 先把这个 上半身的部位呢 弯下来之后呢 前面这个灰色这个部位呢 弯到里面去 啊不对 应该说 连在这个地方 灰色的地方 把它给折叠起来 折叠起来 OK 弯下来 手的部位 可爱啦 这个时候呢 我记得这边 扳起来 给扳起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给弯下来之后呢 再把里面的手呢 弯出来 收起来 拉出来 拉出来 一样的 拳头拉出来之后呢 收起来 接着呢 把这个上面泡塔 这个泡呢 后面这个泡呢 给弯起来 里面这边呢 扣好 OK 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呢 这个已经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正顶的造型了 但是呢 它的变针过程呢 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要做的事呢 是把泡塔上面这个小门呢 搬起来之后呢 不搬也可以 OK 我在我这边搬 搬起来呢 把这个整个这个泡管呢 往里面推 推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一种 头 弹起来这个设计 这个呢 可以说是一个 令人感到兴奋 非常喷鼻血的一个设计 因为呢 多酷啊 看 呃 哎呀 哎呀 或者是 哎呀 天哪 多可爱这个设计啊 OK 所以呢 Warpath呢 在这个 G1的一个角色 融合了2011年的设计呢 它 顿时间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正点啊 而且四肢比例呢 完全符合正常机器人应该的一个设计 令人感到啊 根本就是抱着人一起睡觉 一起洗澡 那种感觉嘛 对不对 好 好 变成机器人之后呢 手 使得360度 千万不要怀疑啊 上下 二头 手肘 二头肌 转弯 缺点来了 拳头呢 不能转啊 拳头呢不能转弯 它是卡死在那边了 腰部呢 对不起 没有活动空间 脚 往里 往外 膝盖 折起来都可以 但是呢 脚板 或者说这个铝这个地方呢 则是没有活动空间的 头 365 但并不是碗形啊 所以呢 那有点可惜 变成机器人之后呢 它绝对没有一个多粗的这个背包在后面 这也是顿时间让它整个机器人呢 造型上面呢 看起来加分非常非常多 而是的 还是那句话 遵照到初代 G1 变形金刚 应该有这个Warpath的一种感觉 而可以让我们重新的重温旧梦了 OK 所以呢 这个玩具呢 绝对是我一个 能够去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建议 去把它购买下来的一个变形金刚玩具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那么的正点了 这个就是Transformer Generation Warpath 这就是我的是 超级的 超级的 这就是 很不错 这个玩具 对 每一间的人 都没掉